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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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招式对于我们的疏肝理器 对我们的练身体 强气力有帮助 我看过最厉害的舌苔 你知道臭豆腐吗 它经过发酵的时候 它会有长毛出来 怎么刮都刮不掉 它就是黏在上面 终于有一些防病的方式 像是黄旗啊 白族就可以使用 肝跟春天 它的主要的颜色就是青色 所以我们会建议大家多吃 这个都不错 健康完甜名 健康没问题 我是你的健康管理师沛勋 又到了春天养肝的季节 大家最近是不是发现说 最近好像有点血压糕 最近有点失眠 然后肠胃乳都好像不是有点顺利 然后再来眼睛也觉得 咳咳干涩的感觉 这些竟然都是中医所说的肝火旺 你知道肝出问题 其实全身都会有问题 所以今天一定要来教大家 如何养肝 而且肝养的好CP值很高 肝养好不只提升免疫力 你的肝脏修复力也能一起起来 所以今天也邀请到中医师 吴建东医师 要来教你居家排肝毒 来启动你的治愈力 那吴医师真的也想请教 其实中医跟中医的肝不好 跟西医的肝不好 其实定义好像不太一样 对不对 那我们要怎么样发现说 我好像是真的是肝不好 这样的感觉呢 是先说明一下 那个西医认为肝就是指个肝脏 但是中医认为的肝 除了这肝脏以外 还有很多其他的地方 就我们看中医点击上来说 它还有包括一些神经的部分 气血的部分 所以像是一些情绪 焦虑也会跟肝有关 所以我们在看肝的症状的时候 会有一些生气 烦躁 失眠的问题 比如说我们常看到 容易疲倦 倦怠 这个可能就跟肝火候比较有关 或者是我们长期间劳累 那肝功能指数比较高 也会这样子 那食欲不振 因为肝其实它是一个 蛮大的消化习惯 它是算全身上下最大的一个化工厂 所以它负责消化吸收 我们体内一些吃进去的东西 转换成我们可以用的东西 所以如果肝出问题了 胃口会不好 这边有看到说 疲劳倦怠 可能你自己肝气 肝火旺 或是肝虚 好像也都会有这样的状况 但是像食欲不振 刚刚医师也讲了 因为跟脾胃也有关系 所以我们常在西医里面 可能是看胃科 结果不是 在中医里面 其实也是要去主要看 我们的肝气这个部分 但是这边有一点怀疑是 尿液恰色 这个一般我们都会想说 这可能是肾脏出问题 怎么会跟中医有一些连结呢 有哦 因为它会跟肝有关系的是 原因是因为 因为体内火气比较大的时候 那个尿液的 里面的内容就比较容易浓缩 然后浓缩以后看起来比较黄 所以我们会认为说火气大 最常看到的火气大就是出现在肝这里 会有肝火旺的现象 但是哦 如果说肝脏这个本身出问题了 那它的代谢变差了 我们那个 胆红素 容易变成胆黄素 就到尿液里面去 也会有这种黄胆的现象 这是除了小便黄以外 眼睛会晃 然后手也会 手心会容易晃 这就是黄胆现象 这个也是属于肝的部分 然后右上腹胀 右上腹胀是说 在肝脏这个位置 会觉得它胀胀的这样不是疼痛 但是就是胀胀的感觉吗 是因为肝是一个沉默器官 它在发炎 它在不舒服的时候 它不会跟你讲 对 等到它不舒服这个程度的时候 你会觉得 这个地方就开始胀了 有可能也会跟胆汁的代谢会有关系 所以会觉得胀 好那再来口肝 口肝舌燥 然后嘴巴会有点味道 这个我们可以理解 就是灰火气打吧 灰火气打 是 然后烦躁易怒 这个我们也可以理解 只是说 它归在肝火 这个我们也是觉得 诶 这不是跟情绪有关 跟肝火有关系 是 这其实跟肝火的另外一个层面 叫做肝气郁解会比较有关 因为肝它比较喜欢调的 它不喜欢抑郁 所以如果说肝气不顺的话 我们气血就不顺 然后神经的那个活动 就比较没有那么的顺利 所以就会容易烦躁易怒 我们认为说 常常觉得这个人容易生气 就觉得他肝火旺 肝火带 就是这个原因 再来 噁心油兔跟眼白泛黄 这些都可以理解 但皮肤骚痒 这个在我们心里面是要看皮肤科的 这个跟肝气 就是肝气不顺畅 会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这其实是肝脏代谢变差 那有些那个毒物没办法代谢掉 那就会流存在身体里面 那如果说跑到皮肤上面的话 它就会觉得骚痒起来 甚至有一些肝硬化的 或者是那个肝气氧化的人 可能也会容易 那个皮肤骚痒的问题出来 这可以理解 因为肝脏其实是解毒功能嘛 所以一旦你解毒功能出问题 你各方面可能有一些毒素 会跑到你的皮肤的一些表面 造成一些骚痒的一个状况 那在中医里面 还有什么样的判断方法吗 比如说是把脉呢 还是说看舌头 因为常常医生就会讲说 来舌头涂出来我看一下 你们会怎么做呢 是我们一般来讲先会看它的外表 然后问它的症状 我们所有症状都问完以后 我们会有一个概念想说 这个应该是肝火旺 那我们不确定它是虚火的时候 我们会再把脉 再看舌头来做决定 那如果是属于肝火的话 舌头上都会是红色的啦 那它是会特别红在两侧的地方 那是属于肝火的地方 舌头我们在看的时候 都有分舌脂跟上面的舌苔两个部分 那舌脂就是指它的肉的部分 跟它的红色的部分是属于舌脂 那舌苔是属于上面白色的部分 那一层的东西我们叫做舌苔 那我们看舌苔在哪个地方 它的厚它的薄 它的颜色黄白这样子 偏白比较偏寒 偏黄偏热 那舌脂也是啊 舌脂比较偏红偏热 偏白会偏寒 医师我想问一下 因为刚才讲舌苔也是辨别疾病的一个部分 那舌苔要怎么看呢 怎么样才是好 怎么样才是坏 比较好的舌苔 我们会叫做薄白胎 是就像是这样 哦真的是薄白胎 是 比较薄的比较白的 还是正常现象 那如果舌苔偏黄的话 甚至有偏黑的话 就是它比较火气过大 会有偏黑的 是比较深色咖啡色这种感觉 对对对 咖啡色变黑这样子 那如果比较厚的话 我们就认为湿气过多这样子 比较厚的是说你的舌苔 像厚厚一层那种感觉 对对对 真的有这样 医生你门诊经验 真的有看过真的 这么厚的舌苔吗 我看过最厉害的舌苔 嗯 你知道臭豆腐吗 它经过发酵的时候 它会有长毛出来 没豆腐的状态 对对对对 豆腐发酶 大概就长那样 哦真的哦 是 但它没有办法刮吗 像我们在说的时候会刮舌苔啊 这个也没办法刮掉 对呃有患者问我说 诶医师啊我买那个刮舌苔 我在看诊的时候要不要先刮一刮 对 我刚才讲不用了啦 那个我们会看到的舌苔 都是刮不掉的 哦 是 所以刚刚跟你讲 像那个呃 豆腐那个发酶那个舌苔啊 怎么刮都刮不掉 它就是黏在上面 像很多的慢性病 听说也是跟肝火旺是有一些关系 比如说像血压啦 甚至有一些心血管疾病都是吗 是 跟肝火旺比较常见到的就是像是 高血压 很常见 然后烦躁易怒嘛 所以会容易 呃 焦虑啦 忧郁啦 呃 治愈谁人失调 失眠 确实高血压在西医来说 如果说你情绪压力大的 也比较容易高血压啦 嗯 没错 那还有就是 头痛跟失眠 甚至眼睛干涩也都会有关系 跟肝火旺也有关系 是 像是肝炎症就会啦 哦 肝炎症就是肝火旺就会啦 呃 也不一定啦 有可能肝心虚也会啦 但是肝火旺是其中一个 然后呃刚提到的那个偏头痛 对肝火旺也会容易偏头痛 那医生我很好奇哦 因为像我有朋友 他其实就是长期头晕目悬 西医也看了什么美妮尔是症啊 后来又不是 然后他也想说 诶是不是耳朵又怎么检查又不是 他是不是可能是肝火旺 像你门诊间 有没有很多西医看不好的 后来是真的借重中医这方面 大家反而治愈了 有没有这样的案例呢 有啊有啊 您刚刚说的那个云穴就是啊 对啊 他就是这位西医诊断美妮是症 这位西医诊断内也不平衡 对 那位西医又诊断那个 然后神经的问题 这样子 每个诊断都不一样 所以呃 我们就只能按照他的体质来看 那 他的体质发现是什么样的 对 呃 那一位患者其实不是肝火旺 他是肝气郁节 气不顺 哦 然后气血比较虚 所以因为肝气郁节 气不顺的关系 气血虚所以气没有伤到头脑 这个地方 所以会容易投影目眩 所以他会容易在疲倦的时候 呃 压力大的时候 生气的时候会晕起来 真的耶 我那个朋友就是这样子耶 所以后来医生是怎么样 把他做调理呢 是我们当然是教他 呃 一些呃 练功的方式啊 输出头啦 耳朵啦 之类的 然后给他内服药 哦 调理刚刚提到的肝气郁节啦 然后气血不足这个问题 嘿 所以后来就 比较不常再发生这个晕血了 哦大家这样大概看诊看多久 呃 那个患者我记得应该一个多月左右吧 一个多月就好了 嗯嗯嗯 其实讲到肝这件事情 现在大部分年轻人很大的问题 就是脂肪肝啦 那像中医会怎么看脂肪肝这件事呢 是脂肪肝其实是呃 肝长期发炎啊 然后里面 里面还有脂肪 呃变成脂肪肝这样子 那在 严重下去可能会变成呃 肝性化 肝硬化 接下来会转算 转换成 肝癌 是 那我们希望在 它脂肪肝还没有严重的时候 就先帮它处理好 嗯 那中医在处理 呃脂肪肝的时候 当然肝气 呃疏屑一定要让它顺 然后看有没有肝火旺 有肝火旺也要处理肝火 接下来就要 调理这个皮湿的部分 调理这个弹湿的部分 因为中医会把那个呃脂肪认为说是因为弹湿引起的 所以刚刚我们上面会看到嘛 有一些肝育皮虚啦 对 或肝气泛皮啦 这个问题我们也会去处理 那还有一个要点 可能大家比较没有注意到 就是肝里面有很多血管 对 嗯 那这个血管要通畅 你那个脂肪才有办法 有地方可以出去才有办法代谢 所以我们在治疗 呃像是刚刚提到的脂肪肝啊 肝炎的时候 我们会考虑 是不是加一些 呃通血路的 比如说输肝血的 哦输经络的用药下去 那其实像台湾现在肝癌的这个 这个还是在我们十大死因之一啊 那中医怎么样看肝癌 有没有一些 比如说我可以搭配的一些疗法 会不会比较合适 是 那个如果是肝癌的话 我们会建议就是中西合治啊 以西医为主中医辅助这样子 那中医有 有刚刚提到的 疏肝结育的用药啦 清肝火的用药啦 还有就是处理循环的用药 这会有帮助 中医也有一些抗癌用药可以使用 比如说特别 中医也有抗癌用药 对对对 比如说特别在肝火旺的时候 我们会希望赶快把这个火器给处理好 那气血比较虚的时候 我们会希望把气血给补回去 特别是我们肝癌在治疗的时候啦 可能会用到手术 或一些放化癌的时候 之后人体都会比较虚 这种中医也会试着去调整他的气血不足 调整他的脾胃 让他好吸收 让他解决睡眠不好的状况 让他比较有能量啊 有一些本钱 再去做下一次的治疗 再来我刚刚讲到春天养肝 为什么春天养肝 这好像是CP值很高 对不对 因为我们以往都有这个观念嘛 那为什么春天是最合适养肝的季节呢 是因为在中医理论 春夏秋冬 它会对应到不一样的脏腑 比如说春是肝 夏是新 秋是肺 冬是肾 这样子 少一个脾胃嘛 脾胃四肌都可以养啦 那为什么春天会跟肝气 肝比较有关系 因为春天就是百花齐放嘛 对不对 然后太阳开始渐渐变 日照渐渐变长了 然后气血开始变得顺畅 那我们人体也是 因为肝他比较喜欢 刚刚提到喜欢疏泻 不喜欢抑郁嘛 跟肝气这个抒发 跟春季这种抒发的那个状况 跟肝气就非常符合 所以我们会建议在春季的时候 特别养肝 当然你养其他脏骨也都OK啦 但是养肝的效果会特别好 那这样子我们既然 来到春天要来养肝 我们要如何做到呢 那个在中医的经典叫 《黄帝内经》里面有提到几句话 它说春天天地巨生万物以荣 就是说到处都在开花啦 到处在长新叶子 一副星星降楼的样子 那这时候我们要做什么 我们希望你可以广步渔庭 多出去走一走 然后夜卧早起 晚点睡早点起来 要晚点睡 可是晚点睡不是干会不好吗 是啊 但是中医讲的晚睡 其实是我们天黑以后 再过几个小时就在晚睡了 因为以前在古时候 没有灯啦 没有手机电脑啦 所以它的晚睡其实不会太晚 大概9点、4点就差不多了 跟我们现在晚睡的那个定义真的不太一样 现在晚睡大概不到1、2点不太晚睡 现在9点、10点是要早睡 是 对 然后要心胸开阔 让我们的心理啦 让我们的身体啦 像那个春季一样抒发顺畅出来 然后穿意的部分一样 因为早晚温差其实也大啦 所以这边特别要注意保暖 可是有没有 比如说我在这个时候 保暖的重点要放在哪里 是 呃 中医讲说 呃 广布于庭嘛 批法缓行 就是说你不要穿得太紧 以免你气血不顺 哦 对对对 有人喜欢那个 炸腰带啊 有人喜欢穿紧的裤子啊 会让气血比较不好 这样子 宽松一点 气血顺会比较好 甚至整体也比较舒服 对 然后第二点你要穿的方式 我们建议你多穿几件 穿薄一些 然后用那种洋葱式的穿法 是然后再来 呃 运动的话是温和适度的运动嘛 刚才有讲说 诶多出去走走 是不是散步这种会比较合适 还是说诶 爬山这种稍微中强度运动也可以 是 我们会建议多到郊外去走一走 爬山是一个好选项 散步也是 那像是骑脚车啊 慢跑也都是 只要你能够动到身体 能够呃 配合呼吸的都不错 所以我们会建议缓和 舒展运动为主 那像最近大家流行的瑜伽也是 或者是呃 中医很强调叫做呃 养生导引啊 比如说 八段井鼓琴戏啊 泰异拳 这些也可以拿来试用这样子 不过一种很好奇哦 因为像在我们 呃 春天这个季节 常常会有一些呼吸道的病毒啊 那我不知道在古代的时候 会不会这样子 可是呃 万物复苏嘛 会不会这时候病毒 其实也特别的猖狂 在中医有没有特别的防止之道呢 有有有 因为春天的时候气温开始上升啊 而一些细菌病毒就比较活跃起来 中医也是这样认为 对对对 因为我们人的那个距离嘛 或者是交流会比较频繁一些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当然还是会建议 戴口罩勤洗手啦 然后中医有一些防病的方式 比如说 我们要补充我们的抵抗力 加强抵抗力的 像是黄鳍啊 白族就可以使用 但如果你有容易 比如说口干舌燥啊 口渴的问题啦 呃 像是薄荷啊 菊花啊 这个可以拿来使用这样子 对 但是如果说你真的觉得不舒服了 我们比如说感冒咳嗽啊 我们还是去就医比较要紧 是还是要看医生啦 那我们的饮食上 可不可以特别注意 哪些可以帮助我们养肝呢 是 肝哦 跟春天 它的主要的颜色就是青色 哦 青绿色的食材都是好的 对对对 所以我们会建议大家 都是盛色蔬菜 像是菠菜啦 像是青椒菜啦 地瓜叶啦 这个都不错 嗯 是这样 然后呃 因为肝我们需要 哦 春天啦 因为万物要复苏的关系 我们需要多一点能量 所以有一些根茎类的食物啦 像是地瓜啦 胡萝卜啦 也可以多使用 那因为肝气我们希望能够疏发 能够发散 所以我们会建议用一些 比较辛香之类的食物 比如说 呃 葱啊 姜啊 香菜之类的 哎 比较呃 辛香的那个食物 会让我们的气血比较通畅 那一点辛辣这样是比较合适的吗 哎 是没错 哎呃 不要太辣啦 哦 不能太辣 所以像是花草茶 我也觉得蛮推荐的 这个时候 哦 讲到花草茶 其实我们在 以前在听长辈的讲说 养肝一定会养肝茶嘛 是不是今天医生也教我们 非常简单的这养肝茶 来让大家可以保养 是 养肝茶呃 白白种了 有清肝火的刚提到肝火大的嘛 有酥肝解育的 然后有一些柔肝的 甚至有一些解毒的 那个都叫养肝茶 那我们今天推荐一种 就是最平和 最没有副作用的养肝茶 可能大家也都知道 就是枸杞菊花 哦 我们用枸杞来补我们的肝肾 有可能您在冬天的时候啦 受寒啊 或者是饮食不足啦 我们需要再多强化一下我们的本 就是我们的先天之气 我们用那个能够补肝肾的枸杞来使用 枸杞本身就可以补肝肾了 是 然后另外一个菊花呢 则是因为 春天刚刚说要发散嘛 这个最符合我们春天发散的气 比如说 我们比如说 心情不好啦 郁闷啦 我们用一些菊花 让气血比较顺 就这样就比较好 那如果说你有不小心得到一些伤风感冒啦 属于那种风热性的感冒 菊花也相当适合 就是有些感冒 其实就是一些发炎的症状啦 所以其实喝 这样子的菊花茶也是合适的 是 那小朋友也可以喝吗 小朋友没有问题 所以是普罗大众 人人都可以喝这样子的一个 养肝菊花茶 原则上是 但是还是要注意啦 我们菊花是比较偏凉的一个药材啦 所以如果说您的体质非常虚寒的话 很容易腹泻的话 怕冷的话 您菊花还是要顺用比较好 那我加两片姜片可不可以 可以啊 可以啊 我就可以平衡 你不如把菊花换成姜就好了 哦 这样也是可以 对 因为姜本身带点辛辣嘛 对不对 所以也可以让你的气 不要郁结在这个肝上面 嗯 我们刚也介绍他是 就是春季推荐的食物这样子 那很多人问啊 那我要平常怎么做到我的肝脏排毒 是不是有几个小动作 就可以帮我们在家里好好替肝脏好好的修养一下 我们从肝经胆经各找一个穴位出来 比如说我们 疏肝解育最常用到穴位就是在脚上的 这个胎充穴 比如说这是我们的脚好了 是 那这我们脚大指 它在大指跟那个二指的 中央上面这个脖的地方的凹陷的地方 那你用手去压它 会觉得酸酸的地方 我们就看这个图了 对 用手去压会觉得酸酸的 所以我们在情绪不好啦 压力比较大啦 容易烦躁生气啦 所以你不好睡 我们会考虑就征这个 哦 太充穴 哦 不好睡 其实我去按压这个太充穴也是有帮助 是 如果是因为情绪的关系 压力的关系 这个效果就不错 哦 所以说我们可以 要你卸压的一个地方 对就压一压 那另外一个序位 我们跟大家介绍就是 叫做羊银犬 它在我们小腿的旁边 我们看这个图的地方 我们摸我们的小腿旁边 会摸到两个小小的骨头 对 前面那个是颈骨 后面这个是肥骨 然后这两个骨头的 下面这个凹窝 有个地方有个凹窝 那个就是那个羊银犬 它有疏肝解育的作用 所以如果容易觉得 疲倦 容易觉得累 容易觉得心情不好 我们可以按一下这个羊银犬 那因为它走胆筋 走了我们身体很长的地方 所以 如果你有些筋骨的酸痛的话 肌肉酸痛的话 我们也会考虑 从羊银犬来下手 这样 但我觉得胆筋好像分布其实蛮长 对不对 那说这两个穴位 像如果说有没有手部哪些穴位 其实也是可以帮助我们的吗 是 你可以找一个跟那个 太冲穴相当类似的穴位 那个是颌骨穴 在我们手上 我们虎口嘛 我们用大拇指这样按下去 最凸的地方 这个就是颌骨穴 那它可以跟刚刚的太冲穴说是一组 同一组穴位 所以我们会常常按颌骨 按胎虫 同时一起按 这两个可以一起搭配着用 对 这个动作很简单 我们平常上班的时候就可以做它 对 好那就是居家保健 我们可以常常按这几个穴位 来达到你梳理肝气 而且你肝气顺了 身体各方面都顺了 那当然今天医师还有要教 要教大家一个很重要的 叫八段颈 那八段颈呢 这个是一组气功 对不对 那跟着医师一起做呢 我们身体自然就会好起来 我们有请医师 我们来介绍两个对肝有好处的练功方式 第一个是八段颈的第七式 叫做展旋入木蒸气力 第二个是五情之系的拍斜墙肝 我们先来示范第一式 好我们练的时候 麻烦两脚打开 略控鱼间 鱼间同样都好 那我们就马步蹲下来 那如果说我们脚比较没有力 你稍微蹲高一些也可以 对啊我们蹲一半这样也可以的 那我们今天示范我们蹲到 大概蹲到大腿跟地板平行 那两手放在腰肌 然后这时候脸周起来 怒目 然后手握好拳展拳 然后手往前面伸直 往前面伸直旋转 往前面伸直 往前面伸直 这样子 好就是打拳意思 好那我们用力打像这样 像这样 那你还可以发出声音 比如说用鼻子发出声音像这样子 哼哼哼哼哼 会用嘴巴发出声音 哼哼哼哼 好这些招式对我们的疏干礼器 对我们的练身体强气力有帮助 那我们接下来介绍第二招 是五情之戏里面的拍写祥看 这比较简单 我们两脚岔开 伸直岔开就好 那我们的右手往上伸 好像举手的样子 然后再往前伸 伸到你这个地方肋骨抬起来为止 你会看到这边有个凹窝出现 这个大概就是肝胆的位置 那这时候我们要拍 轻轻拍这个地方 不能太大力喔 轻轻拍 手后又握个空掌 就是这边是凹的这个空掌 轻轻拍这个凹窝 这样子拍 大概拍个十四下 我们就休息 休息个一两分钟 我们再拍个十四下 这就是五情之戏的拍写祥干 这样拍拍会让这边的循环改善 促行干里面的循环 这样干里面的代谢 排出里面的废物这样子 好这就是我们介绍的两招 吉封 啊 费锏